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智庫通的智庫群組 在今日和大家看一下匯市方面的消息跟進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艾德證券期貨 董事總經理陳健豪 Aaron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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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星期大家看完 就是中美簽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之後 除了看股市的影響之外 都特別留意著人民幣的走勢 在簽協議之前 美國已經將中國踢出匯率操縱國 那接下來人民幣的走向 究竟那個方向性會是怎樣呢 如果看到人民幣方面 大家都關注 就是今年會不會有一個急升的情況 Aaron 是的 急升的情況 我覺得機會不大 不過你看到大家簽這個首階段業議之前 其實人民幣都炒了一季的時間 都叫做由當時十月份的大概7.16 7.17這些水平 升到現在是大概6.86 6.87這個位 那很多的所謂的憧憬或者利好消息 其實都派遷了在匯價裡面 那當然你看到簽訂了這個協議裡面 大家下一步會看的就是 究竟怎樣執行 始終還有一些移民在這裏 還有我想對人民幣來說 大跌的風險就大大減低了 因為在協議裡面都有提到 就說人民幣就 就是這個匯率都是他們關注的地方 變回一個操縱國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些阻礙在那裏 那所以我想人民幣 反過來向下大跌的機會 已經大大減低 那但是那個經濟情況方面 就是中國那邊又沒有足以 就說支撐一個這麼強的人民幣 那所以變成現在開始 我想市場上又畫一個 加日區間 可能每枚花間粥地炒一下 一些很大的消息 那那個區間在哪裏呢 其實我個人看的大概是6.82至6.83 左右 那但是去不去到呢 其實要視乎這陣子的 那個美金的走勢是強還是弱了 那我自己個人看呢 就下面如果真的要吸入人民幣 就是彈回到哪裏 可以吸入人民幣的資產呢 大概是6.93至6.94 那區間可能就是6.82至6.94之間 就是那個比較大的 我第一季的加日區間 那由於我自己不認同 是一個單邊的星期處 因為始終多隻外幣選的話 人民幣似乎經濟上面未有條件 就是例如說GDP增長也好 叫做都還是減少6% 那但是又有一個面對著 好像一個滴漲這樣的格局 那變成了三邊星期的時候 就不是很建議 就是真的換一些實貨 反而就考慮一下用一些 就是現實的工具 例如說 港交所都有一些人民幣的期貨 比較短線些 或者是可以靈活性比較高些 成本也都低些 那價位上面可以參考 剛才我提到的6.82附近 6.83左右 是可以買少許美金 沽回人民幣 那相反如果有機會 等它回到6.9附近那些水平 才考慮重新吸納回人民幣 暫時這個價位有點尷尬 你說買賣相當都似乎是會 互相博弈一下 互相視探一下對方的實力 那變成這些價位 就未是一個不值得大手出手的機會 那我唯有就是等一下 那我等一下看看 向哪一邊突破會比較上 那個方向明確一點的時候 再問一下Aaron有些什麼意見 謝謝你今早上的分析 幫我提回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 只是一個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或者推介 做所有投資都定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關風險